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爱情和事业往往难以两全 感性的女人大多选择了前者 黄轩也不例外 但她从不后悔 黄轩毕业于艺术大学戏剧系 原为外景节目主持人 以及知名广告演员 后来转向电视剧发展 成为了八点档的常驻MC 因为甜美可爱而圈粉无数 但疫情的发生让她改变了生活方式 决定与原先的经纪公司解约 她期望跳出以往的框架 挑战更广的戏路 表示想挑战八点档以外的剧种 趁还有勇气想踏出舒适圈 回顾过往时 她透露 刚进演艺圈时 希望成为别人眼中成功的样子 别人觉得我应该走青春风 但那不见得是我的个性 秦瑜健身 努力学习武术的她 其实非常渴望有出演女特工 女警的机会 不久后 她就因在剧中一演恶媳妇丽华一角而爆红 在演艺圈苦熬十年 终于崭露头角 同时爱情也不期而至 事业和爱情双重丰收的她 实在是让人羡慕 只是娱乐圈并不是她想的那样容易生存 后来她顺产生下儿子 敬业的她才刚生下儿子 就给自己定了12公斤的瘦身目标 但为了孩子的平安健康 瘦身只能循序渐进 想要在娱乐圈生存 必须要有足够的曝光率 但她在怀孕后已经失去了很多工作 这就是娱乐圈前规则 怀孕等于失业 会被退通告 商言也被除名 想要顺利回归是个很艰巨的挑战 也难怪黄轩会如此哀伤 毕竟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拍戏就是她最大的兴趣 还好 如今的她已经产下一个宝宝 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种寄托 但老天爷却和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近日她透过媒体表示 自己进行了银产 婚后我们夫妻就分隔两地 每月仅见一面 因此一开始出现呕吐症状时 根本没想到是中奖了 在怀上二胎后 她一天吐七次 看遍了中西医 而且一天要吞八宝药 但无论怎样都好不起来 回想那段期间 吞了不少的药物 她指出已经对陪胎造成 无可挽回的伤害 因此跟老公讨论后 决定银产 含泪表示 身为母亲 做出这个决定 比谁都要难过 在手术后 她隔天照样去上班 但别人都觉得她气色很差 后来她还到庙里拜了拜 跟未出事的小孩道别 并请师父超度 让宝宝早日投胎 去其他更有缘分的地方 去年的时候她曾自曝 自己结婚三年 却还是单身 初出道时 年轻貌美的她 拒绝了富商给的高薪工作 也拒绝了天王的提携 反而转身嫁给了 只见过一次面的外籍真命天子 她和老公马卡龙 在2017年结婚 两人相识已经快五年了 期间都是远距离恋爱结婚 甚至都还没有在新加坡登记 这让她无奈苦笑 称 我出了台湾是单身哦 如今夫妻已有九个月的时间 没有相见 每天都是视讯通话 儿子每次都想要见爸爸 让她忍不住心疼地表示 真的蛮心酸的 由于已无法在演艺圈 恢复以往的光荣 她在与老公沟通后 转向了新方向 结合自己的人脉资源 在视频网站开通了频道话啦啦 挑战新鞋杠人生 她从节目企划做起 找来荧幕初吻男星赵俊亚 说接下来还会邀请 谢成军及谢晶颖唐飞 之后她想到 老公担任新加坡惠华药品的董事 还去找了老板当金主投资 夫妻两人也因此成为了事业伙伴 有人问她是否担心老公出轨 她笑说 有啦 事先看查过 她家非常干净 抽屉都空空的 众人担心她被骗 她却老神在在地说 婆婆跟老公一起住 我生完小孩后 有回去过 尿布都放在那边 但发现有的被丢掉了 一开始觉得是不是不欢迎我 但了解之后才发现 这是附加个性了 他们不接受消耗品放在家里 喜欢保持家中干净 虽然现在只能靠手机沟通 但老公会经常传照片给她看 像是午餐菜色等等 让她好气又好笑 老公对她很好 此前过年时又赶上西洋情人节 老公特地从新加坡寄手写卡片给她 还附有信用卡 尽管信件延迟了许久才收到 但她仍感动到眼角饭泪 期盼疫情赶快平复 一家人能尽早团聚 还透露 她趁放假时带儿子去亲戚家拜年 没想到大家都很疼爱儿子 也笑说 过年期间都没忌口 上直播前还不敢量体重 不愿面对真相 黄轩习惯一早起床看刑事例 对于6月17日隐约有感 却想不起来是什么日子 完全忘了是结婚周年 还是因为当时参加过婚礼的友人提警 她才想起来 笑颜其实和老公之间已过了罪意吵架的时期 初期她一人带孩子会崩溃到方仲化 怒吼结婚到底有何意义 离婚二字也会脱口而出 吵到最后干脆将老公拉黑 后来有一篇新闻报道称 阴眼恶女儿爆红的艺人黄轩兼职送外卖 让不少人担心她的状况 她在受访时表示 拍戏的钱都投资买房了 我过得很好 再收租 也透露 自己现阶段有满满的通告 7月还有两场主持活动 坦言下半辈子的生存没问题 这段时间有不少好友担心她 让她觉得十分抱歉 也强调公司一直在安排演艺工作 她存下了不少积蓄 并直言 自己天生就不是公主 是闲不下来的女仆命 想要把生活变得充实 只有不断努力 疫情冲击百业 对人际 婚姻关系也是一种无形的考验 对此 黄轩自嘲是伪单亲妈妈 儿子从别的小朋友口中才知道爸爸很重要 现在居家防疫 幼儿园也停课 儿子时不时会拿起室内手机话筒 对着根本没拨通的电话说一长串 喂 爸爸 我今天都没出去哦 因为外面有很多细菌病毒 等细菌病毒都没有了 我要坐飞机去新加坡找你 儿子越是懂事 却越让他觉得很心酸 被问到多久没见到先生 他透露 两人已经一年三个月没有见面了 他说自己还好 但心疼儿子会想爸爸 有次在卖场遇到一对夫妻带着小孩儿 儿子想找玩伴就去跟那个小哥哥玩 但不一会儿儿子就冲回来跟他说 那个哥哥有爸爸 让他瞬间红了眼眶 他真的没想到儿子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为了亲子关系 孩子教育问题 他打算在多情城市杀青后 带儿子到新加坡和老公相聚 之前顾虑出国隔离时间 也放不下目前的工作 但通过这段时间的谨慎思考 他认为孩子两三岁时是学习发展最佳的阶段 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还不如送小孩儿去那边受教育 学习不应该被耽误 并强调自己一直都想要兼顾工作与家庭 此前他被公司点名做直播 起初他想的是网络带货是最近的热门产业 自己也愿意透过直播分享大小事 便往这方面发展 怎料越做越不快乐 拿到的打赏有65%要给平台 剩下35%还要再跟公司分 明明是艺人却要跟网红比拼 还不如自己去当外送员 他表示自己有故意向公司表明过 这样一场直播我所得无几 当外送员都比做直播赚的钱多 也指出这个所得无几是名副其实的 最后他能拿到手的只剩下几百元 于是两年前就酝酿准备离开的他 在今年合约到期后就正式告别了旧公司 并坦言有种重新开始的感觉 未来也想尝试不同角色接受更多挑战 此外他还在去年被爆出去当外送员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是半个月赚了一万四的薪水 显然是比做直播赚的钱还多 但这其实只是为了体验生活 他透露 当初会想出来接外送 是因为多项工作取消 整天待在家里不工作 好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后来疫情趋缓 工作慢慢回温就减少了外送频率 强调主要收入还是演戏 上通告等工作 他的外卖员生涯也还算顺利 只是偶尔也会遇到不讲理的顾客 比如对方搬家后却没有更新地址 一番折腾后等好不容易把餐送到顾客手上时 菜和饭都已经凉了 为此他还被客人骂 活该你要做外送 让他当场就想落泪 还有一次他送餐到林森北路的酒店 里面的少爷取餐时 他刚好拿下口罩 结果对方看到他的脸后 直白地问他 你要不要来上班 你长得这么漂亮 跑外送不觉得可惜吗 对此他只能苦笑着回答 那种外送我不再行了 娱乐圈并不是常人想得那么容易 表面风光的背后 往往也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但黄轩勇于向前 不断挑战自我 最终也同时收获了事业和家庭 祝愿他能一直幸福下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